娜塔利亚的发球 一传到位 还是打后排攻 哎呀再次失误 中国队再次将王一梅换上 结束时间差 这个节奏变了一下 然后又打贝菲 这线路真是诡异啊 又是三分 发前驱 好球 这个球对方没有扣过网 18比16 对方发球冲网 分差再次拉开到三分 中国队换人 换上徐云利 换下马运文 这场比赛 中国队所有的队员 都获得了上场的机会 好球 这个球也是个阴差阳错 没扣上劲 反倒线路打平了 中国队今天关键是拦不住巴西队 这是比较要命的一点 所以没有防反 一攻的压力呢 自然就比较大 好的 有下篮网 哎呀 又是三分 其实这个三分啊 看起来多 其实也就是 如果打一次 一攻再抓一次防反 去瞬间缩小到一分了 英娜的扣球 对方来往出界 猜知道也是提示微球 也不要过于集中在二三号位 一定要拉开了打 对方失误 好的 中国队把比分缩小 分差缩小到一分 对方又是一传到位 这球打在界内 现在一攻对于中国队来讲 非常关键了 一攻不能失误 一定要把比分咬住 法比亚纳的高点飘球 好球一串不错 保护不错 再给四号位 有效拦网 中国队还有机会 再给后排进攻 好球 好球 惠罗奇的后排进攻 对方拦网出界 中国队咬住比分 对方失配了 中国队的机会 三号位 哎呀 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中国队颁平比分的绝好的机会 21平和22比20 这是两个概念 巴西队换人 换下了二号 高桑千惠美 换上了18号 卡米拉 换上一个 队员在前排 加弹网 中国队再来 互换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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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防起来了 23比20 中国队错过了机会 中国队如果说把比分翻成了21平 也许会是另外一个结果 上帝并不会同时给一个人两次相同的机会 中文字幕提供 好球 为球阅单手一托 中国队争取再抓一次防反 现在王一梅的发球是中国队的一个强发球论 看他能否顶得住 好球 好球中国队的机会 保护好 再给惠罗奇 被拦住了 24比21 其实中国队真的是有机会 在这场比赛当中 但是这是年轻的中国队必须交出的学费 巴西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一传没有到位 再给惠罗奇 这样巴西队以25比21 直落三局 战胜了中国队 但是这场比赛并没有影响到中国队的晋级 中国队依然可以进入到四强当中 中国队还有机会继续同这些强水 强队 强手来交流 去学习经验 去锻炼自己的队伍 对于新的女排来讲 这样的比赛 取胜并不是终极的目标 而是要去找出自己的差距 而从08年北京奥运会的冠军 巴西队相比起来 中国队确实在很多地方 尤其是心态上 确实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和不足 历史呢 把这一代的中国女排